浦东的世纪公园足球场 这场比赛将在主场作战的上海2000队 以及是雄狮队之间进行 这两支球队的大部分的球员都是外国人 都是我们的外国友人 所以这场比赛也能够看出来 我们在上海这块地方足球的氛围还是非常的好的 所有的事情都做得非常的专业 我们现在看到双方的球员也是进入到了球场当中 身穿着黑暗色衣服黑暗色短裤的就是Lions 就是雄狮队 而穿着像游文图斯一样的 这个黑白相见队服的就是组场作战的上海2000队 他们呢都是生活在上海的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 外国友人们 业余时间呢也是很喜欢踢球 其实这个联赛呢创建已久 我们来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名单 如场作战的上海2000队啊 他们的门将是11号的Daniel 而1号的Andre啊 这个后方线上有19号的Mathias 25号的Sam 6号的John 和10号的Joshua 两个后腰呢是17号的Christopher和21号的Johnson 前腰呢是21号的Tim 右边中场是88号的Statch和 左边中场是他们的9号啊 Fafa 封线上呢是11号的Daniel 而上海Lions队的这个首发 他们的门将是56号的Dimitry啊 后方线上是有这个15号的Neville 24号的Stanium 88号的Charlis 以及是4号的Bowler 两个后腰呢是6号的Simon Spenberg和69号的Givari 这个万一说的不太对呢 大家也不要介意啊 因为他们名字还是非常难翻的 非常难发音的 他们的右边中场是91号的Aga 来自于Tukmanistan 前腰呢是10号球员 21号的Dave是在左边 封线上是Thomas 14号的球员啊 现在双方的球员呢是已经准备好了 马上就要开球了 主裁判呢是来自于英国 首先开球的呢是身穿着黑白相见队服的上海2000队啊 穿得像油温图丝一样 谢谢大家 站在中圈湖里面的是11号的Daniel 好的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比赛正式开始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PPTV第一体育 给大家带来的上海Premier League 上海国际足球超级联赛的比赛 上海2000队在主场对阵熊狮队 为您带来本场比赛解说的是红豆 欢迎大家也不要在新浪微博上聊天互动了 我也没开直播帖 大家我们就看一看这个比赛就好了 来感受一下上海周末的业余的足球的气氛 实际上呢 这个比赛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成立了 在2003年10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联赛是由一位叫做Kelly Jacobson的先生创立的 当时呢比赛是有八支的队伍 然后呢是在精巧比赛 当时的名字叫做普通La Liga 这个大家看球就知道 这个叫做普通西甲 或者是La Liga呢 就是西班牙语当中足球联赛的意思 到现在为止啊 现在是2015年 这么算来呢 其实已经有了12年了 在04年的时候呢 他们就已经变更为叫做上海Premier League了 有一直至今 那么今天我们前面在镜头当中有看到一位 这个日本籍的裁判 也是今天比赛的第四官员 这个Yamada 他就是这个联赛的Vice President 就是执行主席 从目前场上来看呢 双方还是比较激烈的 这边应该是给了一个犯规 要到一个任意球 要到犯规的是他们的队长 9号的发法 这边应该是Daniel 这边是Josha 开了一个任意球来到进去 里面第一点先被顶出来 可以看出双方打的都是4231的阵型 这个呢 也是目前世界组织团当中 你们看到过 到的这个 最多的一个阵型 这边的平球是出了边线 10号的Josha 10号的Josha 是来自于一名德国的小朋友 1998年8月20号出生的 右边的后卫 他也是2015年才加入到这个俱乐部当中来的 他的个人特点呢 比较明显 防守的时候非常的强硬 而且呢 会实时的插上 是这样一名球员 这边后场回来 也是把这个球要下来 组织一下 右边路有插上 看看能不能传到 并没有 来到进去里面 塞的是有些大了 没有能够接到这个球 给到左边路的这一个直传呢 也是有一些大 今天现场呢 还是来了不少的观众朋友们 而且呢 很多我们看到的都是外国友人的面孔 我们知道足球这个东西呢 是团聚这个朋友们的一件事情 在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看看球 吃吃东西 享受一下 今天是没有阳光啊 享受一下这个绿草的氛围 其实在国外呢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 你知道很多的国家呢 他比如说在英国 整个周末呢 不管大大小小的业余的职业的联赛呢 是有上千个比赛都在进行 其实在我们中国也是这样 在上海呢 就包括外国有人举行的这样的联赛呢 就有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上海 Premier League啊 还有另外一个呢 叫做Shanghai International League 其他呢 包括我们自己平时踢野球啊什么 都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比赛 只是我们有的时候呢 是看职业联赛看得多啊 其实业余联赛水平也不一定差 给他中场这边直接一个长传 看看能不能往前 这一下的滑铲是非常的到位 应该是他们的17号 Christopher一名后腰 把这个球给颤掉的 Christopher也是很年轻啊 17号96年出生的球员 来自于瑞典 同样也是今年加入到上海 2000队的球员 个人特点的也是啊 防守非常的强悍 当然了进攻属性也是有 17号的Christopher呢 也是上海2000队当中的一个中场核心 大脚开出来到了中场 往前看看能不能追到这个球 直接来叫出门这球 有了1比0 刚才Lions 进球的是他们的10号球员 1比0 在仅仅6分钟的时候 一次个人的远射 帮助球队呢 现在是在客场1比0 领先于上海2000队 一个人们来说 最终的 快终的 往前跳一下 没有找到自己的队员 这边骑一个长船直接往禁区里面掉 从后卫这边先顶过来 转身 这边是阿哥 一个红船 一脚助球呢 是没有能够找到自己的本方队员 这边应该是有手球 上海两舰队呢 虽然主场作战 不过现在看起来这边中场把球抢了下来 右边可以分直接一个直塞啊 右边的人和左边的人都找不到 把球呢直接交给了对方的门将 听这个名字呢 比较像希腊人的名字 我们来看一下他是不是来自于希腊 是来自于法国的球员 出生1986年 刚刚进球的10号 Takova 这个也是 也是来自于法国 Lions有很多的球员都是来自于欧洲 刚刚10号 Azid Dan 名字还是非常难发音的 法国球员84年出生的 刚刚也是由他代表球队呢 打进一球 整个这个Lions队呢 都是 这个大部分啊 有法国人 挪威人 美国人 爱尔兰人 荷兰人 比利时人 有一位呢 这个 阿嘎 这个 91号的球员呢 是来自于图库曼斯坦 也是一个非常国际的球队 这边也是有一个进球 基本上双方5分钟进一个球啊 两边1比1打平 进球的呢 是 21号的Johnson 21号的Johnson全名叫做Johnson Bokali 是92年出生的 来自于卡麦隆的国际友人 生活在上海 他呢 在球队当中的 这个职位算是教练 以及是球员 也是 今年8月份 加入到这个 球队当中来的 这边阿嘎 没有能够个人突破过去 面对的是 防守非常 常汉的 在他们球队的个人介绍当中啊 刚刚上海2000队进球的我们现在看到画面 左下呃我们画面看到啊没有看到他啊这个21号这个Johnson Bokali的话呢 他们的主教练对他的形容是能够让人想起来这个年轻时候的维埃拉 就是呀的传球直接横传 有一些危险 对方的风险呢是在他这传球线路当中 如果碰到了话呢 很有可能把这个球拦截下来 想做一个二过一的配合也没做过去 右边路还是在缠斗 依然是长海两天队的边线球 直接起长船 然后进去里面 想找葫芦顶附近的球员 没有找到 好个人能力想突破 转移非常漂亮 给到后场的球员 回到周十月的脚下 掉到进区里面 中后位这边还是顶出来 进区里面直接来一脚 后点的是没有人 打的是有一些歪 两个人跑的位置 双双是有一些虫 这边是发发 这边的中后位投球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化解了对方好几次的传球 这是刚刚对方进去了 也是一个横船 回给后方线上 直接起长船 船球不是很好 回到Lines脚下 继续起长船 给到边路 随机 即使 浪斯恩的长船 整个球队呢 依靠着右边 包括他们的右边的后腰 这个21号的Johnson 以及是10号的Joshua 大部分时候我们能看到 过去15分钟当中 球权呢 经常是在他们两个的脚下 中场拦截下来 好个人能力过掉一个 再过一个 没有能够过掉第三名 外围 没有什么办法 是不是直接起脚远射 打一脚 这球非常漂亮 奔着球门的左下角就去了 不过这边门将呢 表现也是非常出色 Dimitari Lasant 法国门将 中场 上海 门 中场 传球想象力非常丰富 没有传好这边起长传 也没有能够要到这个球 给到这边中后位位置上 两个周朔 这边是 Johnson 两个人做一下配合 在横传Christopher 这个Johnson Johnson起长船 掉到禁区里面 门将够了一下这个球 但是还是有危险的 赶快大脚解围 没有挺好这个球 应该是这边右边录 Statch 应该是他 编线球 这边前场有进攻的机会 看看怎么塞啊 想塞到右边路直接被封堵住在外围 还有 一直控制这个球 后场继续起一个解围 把球停好 继续发动进攻 没有把球停住 厂下 厂下其实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还能听到挺多的欢呼声的 好多的小朋友啊 都在看这个比赛 实际上呢 这个上海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上海国际足球超级联赛 这个SPL 小孩 Premier 11人制的超过18岁的球员才可以踢的比赛啊 不过有一些非常年轻的球员也是可以参加到这个联赛当中 只要他有实力 这个比赛呢 就是普通的11人制的足球比赛 上下半场是45分钟 以及是呢 他们还有一个老年组的比赛 也是11人制啊 超过35岁的老年人啊 在足球生涯当中可以叫做老年人的这些球员们呢 可以来踢球 这边起一个长传投球的机会 没有顶阵 老年组的比赛呢 是 四乘以二十分钟的比赛 他有这样三个阶层的比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间这一档的啊 也是最成熟的 就黄金段的一个年龄段的比赛 整个呢 这个联赛当中有非常多的球队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上海两千队啊 坐镇主场对阵Lions的上海两千队 包括其他的球队有 马尔林斯啊 Cowboys牛仔队 ERS这个 Germino Flamenco Super 48 Japan FC 很多很多很多的球队 这边示意啊 封线上的球员示意 这个这个Thomas示意 对方有手球 但是裁判没有吹 裁判来自于英国 这边吹了 给了一个中圈湖附近的任意球 据这个上海Premier League的Vice President啊 这个Yamato说 这个今年2015年的也是他们这个联赛啊 发展的最好的一年 所以呢 他们在上海也是在寻求一种更多的一个发展 其实今年我们能够看到啊 在整个中国啊 足球发展的都非常的不错 这边投球没有顶到 第二点也没有顶到 在这个 我们看到上海两千队的一个 防守纪律当中 他们有提到一条说 希望这个能把第二落点能够控制好 其实呢 在无论任何一个球队当中 把第二落点控制好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没有把球出出去 边路 拿到进去附近 往里直接内切 两个人包夹防守之下这个球圈 哎 解围的不是很远 球圈又回到上海两千这边 最后 边线球给了 Lions 给了熊师队 喜欢 这是 幸好 好像的转移 周诗员 靠的比较上前啊 把球停住 脚往里面传 这个球转身看看能不能追到 门枪赶在他的身前先把这个球扑住了 起个大脚 裁判给了防守方的犯规 中场有个冰尾球 刚刚镜头看到一个胖胖的 88号的Charles George 今天也是他把他们队的这个首发名单告诉我的 第一次见面 可能也是一个教练的角色 投球这边再往禁区里面横传 差一点点 门前就显 25号的Sam 球队的 这个中后卫 98年出生的德国小朋友 Sam George 13年加入到球队当中的 曾经也是在青年队时期啊 在俱乐部里获得过Player of the Year 这个 年度球员称号 大家呢我们是第一天看到这个比赛 也是如果你现在正在看这个直播的话呢 你现在也是第一次在转播当中看到这个比赛 但实际上这个联赛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了 这边外围的远舍被挡住 不是手球 在我现在这个位置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啊 场上球员们正在跟裁判抱怨 说什么鬼 这不是手球吗 我们也看不清楚啊 边线球 不过整个比赛呢 还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氛围 因为大家呢 也都是周末来享受足球的 当然了 这个有一第一比赛第二并不认为比赛不重要 这个成绩还是很重要的 大家呢 也都是想真胜的 哎 这边有脱手啊 门将还好 中后卫这边先给解围出来 但不是很远 看到 88号的查理斯周治呢 是正在指挥自己的球员 看来他真的是球队 又是教练又是球员啊 他也是告诉自己的球员 你要去追求啊 要去追求 哎 这一下 非常的威胁 解围大脚的时候 打在了对方的球员身上 打在了stash的身上 差一点点 打到了门里面 直接起长船 边路没有人 出了边线 没有过去啊 这边也是起一个直线的长船 就是要的船球 华蝉还是先被招说 把这个球控下来 传球呢 线路找的不是很准 这下背后是应该有犯规的 比赛提到了现在 第27分钟 双方犯规是有的 不过还没有看到有牌 两个人交代的不清楚 提强配合做的还不错 但是就是最后的临门这一下 在横传的这一下呢 总是找不到人 现在上海两天 总有一个这样一个问题 球队是可以啊 从后往前再输送这个球 但是到了禁区附近呢 就找不到点了 这边应该是Christopher 直接来一脚射门了 这是 这下呢 难不倒对方的门将 让我这个球以后 自己往前带 直接被断下来 客人的犯规 镜头当中 看到一位 11号的球员 感觉是中国脸 但是Daniel 他其实是德国人 他是这个韩国人 Daniel King 99年出生的 嘿嘿嘿 我来 可以起一个长船 给的不错 把球扣一下 遭到对方包夹防守之后 没有办法先送出来 自己往前带 外团队 外围叫远射 力度不胜大 再来 稍微是高出了衡量 来自于 15号球员 哎 这个 在首发名单当中 是没有看到啊 应该是 是真的没有看到的 确定上海2000队 是有15号球员吗 名单当中没有看到任何一个15号的球员啊 给的防守 这边时间还是先减围 中间给给的是稍稍有些大了 上次是没有追到这个球 回传门将 看看第二点 给到右边 没有能够抢下来 前传 这边把球停完 倒到对方包夹之后 把球圈丢掉了 周氏啊 分到左边 自己来到进区里面 再传来自于88号的statch 把球护住 后场是一直在叫前场的发发回来 啊 这个防守 别线球 把人过掉 脚后跟的传球很不错 直接来脚射门 挡在对方的中和卫生上 脚后跟的传球很漂亮 过掉一个自己再过 直接打门 临门这一脚呢 还是缺乏一些力气 双方都在针顶这一第一点 没有针到 但是这边有机会 来到进区里面 直接打一脚 门将铺的非常漂亮 这下出击的很到位 防住了对方的射门的角度 只能往他这里来射 同样这边也有机会 看看停的怎么样 在分边 哇 我大一脚飞了 打门的是他们的9号的队长发发 这边应该是有换人了 换下9号的发发 也是他们的队长 换上的是星级 7号队员星级 星级呢 是来自于京八不韦 99年出生的球员 他是这个球队当中 速度最快的球员 赛季当中是已经进了五个球 前场这边啊 这一脚好像是一脚传球啊 在这个比赛当中呢 是能够有七次的换人的名额 同时呢 我们也是听到 Lions这边 在说啊 一定要防住对方的21号 这个Johnson 很厉害的 脚后跟他传球 再分到左边路 一对一 直接起长传 第一点投球 后点还有Lions的球员 想倒三角坐过来 没有什么机会 看看这边速度 往前躺一步 再往前躺 分出来 再分 配合打的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后面的这一下呢 没有要到这个球 Johnson 横传 线路被对方看出来了 回来防守的球员 但是这一下有些粘球啊 后一下再过人 倒三角传过来 还是Johnson回来 又有进攻 又有防守 把这个球先破坏掉 不然的话呢 对方可以很舒服的 在这个14区的区域里面来射门 对方的前锋 刚刚镜头当中 给到的是Tomas 这边路直接起长船 比赛呢进行到比36分钟 双方的比分呢是1比1 进球呢都来自于前十分钟 没有犯规 给到右边路这边差点被断下来啊 回传没有办法回传 传得不错给到中场直接往前给 托马斯自己往进去里面带啊 这边直接一脚远射了 四传四射啊 来自于10号的阿斯伊丹来自于法国的球员 这边是有犯规 彩排要掏牌了 本场比赛的第一张牌一张黄牌 按位置上面来看呢 犯规的很有可能是21号的Johnson 也是他上去的 要到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Johnson呢是队伍当中的一个中场核心 拿到一张黄牌呢 对于接下来的比赛来说 上海两千队可能会有一些弱势啊 给到这边射门差一点点啊 而且非常的花着一下 是拿脚后跟往门里磕的 来自于91号的土库曼斯坦球员 阿嘎 可以看到他还在进去里面还是挺灵巧的 现在这种业余比赛当中呢 有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这种非常花式的 触球 毕竟还是以娱乐为主 这边横传 还好呢 后点也都没有人 阿嘎想人球分过 我不是走着大米尸吗 我先去拿你的感情 你先去拿到哪里 我去拿到哪里 我去拿到哪里 你都要拿到哪里 那是好 来来来来 起传船 没有人能够追到这个球 没有人能够追到这个球 起传船 上海 我去拿到哪里 应该是Christopher的传球给到了 应该是刚刚替换上场的星际 外脚杯的分球往前 没有能够找到自己的队员 后边有人差一点点 把球断下来 传球再给到右边路 往进去里面调 机会是有的 如果他会倒钩的话 刚刚那个球倒是一个很好的倒钩的机会 两个人包夹防守之下把这个球抢了下来 直接起长船往进去里面调没有找到任何人 地下进行到第41分钟 双方的比分依然是1比1 你必须帮助 站起来 上半场尝试了多次的左路进攻之后呢 现在上海两间开始尝试右路的进攻 而Lions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阵型也是发生了稍稍有一些些的变化 本来是一个4231的阵型 不过他们的教练呢 也是跟我说过这个问题 他们说要看比赛的情况而定 这个时候呢 他们因为还没有领先 大家是大家双方打平的一个程度当中呢 现在打出了一个4141的阵型 69号的这个Benjamin是往前提了 而这个Simon Spangenberg还在后场当当后腰 这样的话给上海两千队呢 倒是一个可以说呢 好消息也有 坏消息也有 对方的这个防守人数是少了 但是对方的进攻人数也是多了 长船 一点还是找到了自己的队员 放到这边给周氏啊 船球没有穿好 阿哥自己把球停一下 也没有办法往前 人船这边 哎 这下有点轻敌了 还想去拉一下球 对方人都已经上来了 把球扣住这边 Daniel Daniel的倒三角 先是被对方呢 应该是这个Simon Spangenberg 把球防住了 让他往前推 让他往前推 还是解围 过掉一个没有过到第二个 右边路靠速度非常快 向倒三角传过来 被对方破坏掉 起一个斜长船 看看能不能找到阿哥 现在还是被周氏啊 给拦截住了 怎么处理 给到星级 再回过来再往进去里面C 有点去等球啊 没有去主动去要球 同船 外围起脚一个远射 打得比较正 场下呢 第四官员是准备好了 要举牌 上庭的捕食时间 是应该有一分钟 现在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 上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结束 目前双方的比分 依然是0比0 给到Josia 做出来 没有办法往进去里面走 打真地战 往进去里面挑一个 中后华为这边先顶不出来 华为 虚晃一下 再往进去里面挑 自己人倒下来了 这边再射 葫芦顶附近是四区非常的危险的 拼一下 还有最后一分钟 看看能不能在上半场结束之前 要一个进球 那可能会是非常不错的 这一下 人是过来了 但是还有机会 给他右边录星计 再传 没有传过去 很好的一次进攻的机会 应该是要到一个脚球 踢了四十五分钟的比赛 应该是见到了第一个脚球 我 没有 没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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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位球应该是克里斯托法来发的 中间投球的机会 还有 在传后点 拉伊斯先顶到 但是危险还在 还在进区里面 直接射门 被门将直接抓住 这个时候呢 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双方各进一球 现在在上海两间的主场呢 双方是一比一占平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 下半场再见 吃了一只 好,好,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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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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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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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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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是 转播